黄晓明和baby经历了长达五年的爱情长跑后 终于于2015年10月8日完婚 婚后夫妻两感情一直很好 很快诞下了儿子小海绵 近日黄晓明朋友圈晒谱给儿子买了滑梯赢一岁生日 内容写着 儿子给我的功课 附上九张大图 从照片中探出 黄晓明十分认真的组装着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简直是父爱爆棚 探出小明哥动手能力极强啊 组装完不忘耍帅一下照各项 房子大厅立即也成了焦点 可以看出不满了婴儿用品和玩具 看看客厅的每个角落都布局的井井有条 有小孩伴家家用的小饭厅 有海绵乐园游戏区 不得不说 小明和baby还是下了功夫的 根据孩子年龄特点 用心的给小海绵创造各种游戏环境 细心眼尖的网友注意到没有 小明鞋子一下成了焦点 这一对拖鞋在2016年曾经曝光过 只是没想到小明哥一直都在穿 网友说 真是走到哪狗粮撒到哪啊 也得以证明两人婚后感情还是很好 很甜蜜 而在同一天 小明大哥接受南方都市报的专访 就发表自己的宠妻宣言 老婆发小脾气 那是因为她是你老婆 她不会对别人发脾气 有什么不能忍 小明说了尊重老婆 爱老婆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怕老婆是一种自己自黑的说法 不得不说 真是国民好老公 吃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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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Tru-酱 吃酱 吃酱 吃喜好的 吃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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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吃